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就是说 这个物质是用磁性来分 之前我们用电性来分是说 它是导体、非导体 导体的话是金属 然后非导体的话是非金属半导体这些 但是用磁性来分的话 介质的部分就变成是 铁质性介质、顺质性介质 这个反磁性介质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已经讲到magnet moment 那我们回来要探讨 这三种物质产生的原因里面 我们就要深入到颜值的观点 那你知道颜值的话 用一个示意图 其实这个图并不是一个好的图 但是还是要这样子来讲 因为这是你们最容易了解的一个示意图 那我们都知道颜值的图是什么 颜值是核外的电子 OK 绕着颜值核 这是颜值核 OK 然后它在运动的部分 那以这个AQO momentum的观点 AQO momentum是什么 AQO momentum是R close P OK 那我们看到这颗电子的话 它的速度V 所以R的部分 R close P 所以我们知道 它的AQO momentum 在这个电子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L是朝上的 这是它的AQO momentum 但是 对于这个电子在这边绕 这样子绕的部分的话 就相当于它是什么 有一股电流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那电流如果是这样子走的时候 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电流乘上A就是它的每个moment 所以你就知道说 它的电流乘上A 换句话说 它有一个 Magnization 就是 Magnion Moment的部分 它是朝这个方向 那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 把它的电流I 把它算一下的话 就是相当于 单位时间里面通过的电子的数目 那你把它 这个T的话 就是它的周期 那就是2πR 除以V 然后乘以E 就是EV 2πR 这个就是电流I 那 你再乘上A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的M M的话呢 我把大小 I乘上A 那I的部分是EV 2πR A的话呢 是πR平方 那你看到了 这个ππ消掉 消掉 那就是2分之1VR 所以你看到了 在这个电子 绕着原子核转的时候 其实它都对应一个 Magnion Moment 那这个Magnion Moment的大小 是2EV乘上R 那EV在这边的部分 这个R L的部分就是R 然后V 这个P呢 就是MV 所以 你在这里面 V乘上R 实际上是跟AQ Moment是相关的 换句话说 我如果把它再写上 以下的话就是R 2N分之1L 那在物理上面的话呢 Magnion Moment跟L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Magnion Moment 是负的2N分之1乘上R 这是电子 火电子 那它的Magnion Moment跟AQ Moment 它是相反的部分 那到这里都是古典的东西 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 但是到后来你们量子力学的部分的话 那静待物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在破原始理论的时候 告诉你 电子在这边绕啊 绕着原始盒在运动的时候 它的AQ Moment 不是连续的 它是整数 它是一个 某一个物理量的整数变化 就是这个AQ Moment 它是N个H bar OK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AQ Moment是量子化了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Magnion Moment 就是Magnion Moment 它也是跟着量子化 就是在这个原始的这个观点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一个电子绕着原始盒运动 它其实是有一个Magnion Moment的存在的 那每一个原始都绕着原始盒运动的部分 它的Magnion Moment都存在 那接着我们就要再问一个有趣的问题了 如果你现在你看到 你已经知道 这边是一个电子绕着原始盒在转 然后它都有一个Magnion Moment 在这里了 那接着我问一件事情是说 单纯的一个电流环 这边有一个电流 我如果外面有一个磁场 外面有一个磁场要进来的话 那会怎么样 会怎样 有同学磁出来了 为什么认识定理告诉你会产生一个是什么 仿向的这个磁通量 然后抵抗这个进来的磁场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反向的磁通量的时候 所代表的就是什么 就是在抗磁 懂意思吗 换句话说 你现在外界的磁场 要加到这个电流的时候的话 那我们会产生一个反向的磁通量 那现在你这个电流 在每一个material里面 你都可以看每一个atom 都是一个电流环在那边绕 所以每一个atom 本身只要有外界的磁场进来的时候 它都会有什么 抗磁性 所以抗磁性本身 这个东西是每一个atom 只要认识定理是存在的时候 它一定存在的 这样能够了解吗 所以抗磁性是一定存在的 那反过来 我们知道说 你现在要抗磁的部分的时候 是瞬间你的磁场进来的时候 它会产生抗磁性 所以这个抗磁性在atom里面 其实它的磁并不大 它只是当外界有磁场进来的时候 每一个atom它都会反向产生一个抗磁性的部分 好 然而我们看到有一种物质 那这个物质呢 是怎样呢 当我把磁场加进来的时候 到这个物质里面的时候 本来这个磁场都会贯穿进来的 我会发现磁场到了这个物质以后 它全部排开来了 本句话说 原来这个material里面可能有磁场的存在 但是 你现在 我应该这样讲 原来这个空间本来应该 这是外界的磁场 那你应该有磁场会贯穿这个空间 因为我这个material放进来以后 这里面的磁场是等于0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是 这个material本身 好像本身产生了一个磁场 跟外界的磁场 加起来 那里面外面的磁场 这outside的场 你已经知道 所以内部的场跟外部的场 刚好是大小相的方向相反 而这个呢 就好像什么 你要产生这样的磁场的时候 就好像是这个material本身 有一连串的surface color 在这个位置上面 在这个material上面 有一连串的surface color在这里 OK 那你说 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超导体有的现象 所以在超导体本身 我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超导体的表面 它其实是等于 一连串的surface color在它的表面产生出来 那我要讲的是 这个surface color有多强 然后它的强弱到什么程度 如果一照科学家去做实验的时候 这个surface color 它可以一直流 因为它没有电阻 超导在超导温度底下的时候 它完全没有电阻 科学家是做到什么程况之下 测到不小心把电线把它踢掉 所以基本上面 这个surface color到底能够留多久 已经是 在这个实验的观点来看的话 它就是 因为它就是一直永远不断的 一直留下来 这个超导的表面的部分 所以 超导体的部分的话 它的开 它不是只有小于0 而且它刚好 开是等于 负1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 抗磁性所产生的 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好 那你已经知道 抗磁性产生的理由以后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顺磁性 那我说 一个make a moment 在磁场里面 会怎么样 它会怎样 make a moment 在磁场里面 会顺着磁场排列 对不对 它会产生一个talk 这个talk 就是等于m cross b 然后它会产生 这个talk能让这个make a moment 顺着磁场排列 达到最小的energy 它整个顺着磁场排列 那 好 那你现在你知道说 假设 我们现在 每一个atom 都是一个make a moment 那我就想象说 如果在这个material里面 非常多个atom ok 然后atom都乱七八糟的排列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而且每一个atom之间的距离都非常矮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现在 我有一个磁场 进来的时候 那这些make a moment 全部要怎么样 顺着磁场排列 所以你会发现 里面的磁场 这是外界的磁场 里面的磁场是 外界的磁场 再加上 里面感应 因为你磁场 整个make a moment 顺着磁场排列以后 那它所产生的磁场 这个结果 一定是大于外界的磁 换句话说 sale是我们刚刚讲的h的值 ok 那这个h的值 一定是 这个h的值 一定是大于v的值 那这个 就是我们的顺持性 也就是开大而已 那 这个有一个 问题存在的地方 就是说 当我外界的磁场 移开了以后 这个make a moment 是不是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对不对 但是 我们还有温度的效应呢 那温度的效应是什么 温度的效应是在这边 让它simal vibration的 所以 你一方面温度的效应 让它simal vibration 一方面外界的磁场 要让它顺着磁场排列 所以它在simal的情况之下 它又有一股力量 让它顺着磁场排列 实际上你就可以知道说 在这里面是外界的磁场 跟温度效应 里面两个在什么 竞争 OK 温度效应 温度液高的时候 是让它顺着磁场排列 液 不顺着磁场 因为它又会run等 所以温度液高是不利于 它的paramide 那磁场液大是出 是有利于paramide 所以我们实际上 T是不利于paramide b是有利于paramide 所以我们如果去把 b跟t对的 食场 激化的情况 去做图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bt啊 然后对 这个食场 每个moment 做图 这个n 你把它做出来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 这个 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换句话说 我们有一个saturation的值 这个值 OK 那这个值呢 是饱和了 饱和的意思是什么 在温度很低的情况之下 磁场很大的时候 那代表所有的 每个moment 通通顺着磁场的摆列的时候 那我最大最大的 每个moment是多少 OK 另外一个 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每个moment的值呢 MIR 它是比例以V除以T 那如果我们把它写成一个很等式的时候 就是当这个T很大的时候 V很小的时候 它是miniar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Q力 G力跟G力夫人 他在1895年所发 这个发现的一个Q力量的部分 就是这个颜值内部的 每个moment的大小 会跟它的外界磁场 和温度的关系 这边有一个 MIR是V除以T miniar的线性关系 在这个区域 OK 这是我们的 这个顺持性的部分 那你会问我说 到底顺持性跟反持性 都是在颜值里面 那这两个到底哪一个 是比较重要呢 就要看你的介质 哪一个比较强 OK 我们刚刚讲 铝氏顺持性 它所代表的是 这个效应比较重 那 这个 等一下 这个 铜的话呢 是仿持性 铜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 Diamat Nectic 的性质 大于Piamat Nectic 所以它来主导它 所以 同样的在颜值里面 这两个性质是同时存在的 那你可以发现说 Piamat Nectic 的性质 顺持性的性质是 因为颜值距离很远 你把外界的磁场拿掉的时候 那你的Megat Dipo就不见了 Megat Talk就不见了 不见的时候这个Megat Moment就不会在顺着磁场排列 它又因为London温度的Sermal Motion的关系 它又混乱排列 所以Piamat Nectic 的性质是在磁场存在的时候 它才会存在 那磁场消失的时候 它就消失了 OK 这是顺持性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铁磁性的部分 铁磁性跟顺持性的部分呢 就完全不太相同了 它在铁磁性里面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物质 或者是有一些element 一些元素 这些元素呢 是你在周期表里面 可以看到那个3D族的部分 它是铁 骨 镊 然后 折 然后基地 这几个元素啊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性质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颜值啊 跟颜值之间是距离很远的 但是这些的这个啊 元素呢 它们之间 它会互相的作用 而且这个相互的作用呢 非常非常的强 这个强度 会发现的一件事情是 强度强到什么情况呢 强到是 我如果去用金像显微镜去看它的时候的话 我会发现这些元素啊 实际上你会发现 它是有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就好像梯田一样 一块一块的 在这个介质里面 OK 那每一个梯田呢 它的 在每一个 domain里面呢 我们就说 这个是一个domain 每一个domain里面呢 它实际上 它的每个moment的方向 是不一样的 OK 但是 在这个domain里面 它们都有一个非常强的 cooperation OK 那这个问题是 你看到金像里面有这个情况的部分的话 假设 这个是一个刚从啊 你通通没有接触到 任何的磁性物质的 刚刚练好出来的存化的物质的时候 那这些domain啊 全部 等每个moment加起来的时候 它是等于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 如果用一个名词来 这个 这个 什么 那个 行动它的话 它好像是一个 处理过处难的情况之下 完全都没有接受到 外界的磁场的 洗礼的情况之下 那它的summation mi是等于0 当我把 外界的磁场 加进去 那就不同了哦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 外界的磁场的时候 那 会什么 会什么效果呢 我说 外界的磁场 加进来的时候 那我们会看到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它都会顺着 磁场排列 所以 这个 会顺着磁场排列 这个也顺着磁场排列 这边呢 也过来顺着磁场排列 但是因为它是整个domain 你想象一下 这是一块一块的梯田 现在有一阵风这样吹的时候 所有梯田的 这个草 全部要顺着风的 方向排列 但是 你所上面的梯田的 所重的方向 是不一样的 所以 在这个方向上面的 当然叫做很顺 顺 这个 就顺了 但是 这个方向的 它 会缩小一点 不会完全 倒向 这边 所以 你会发现 这一块梯田 这个就缩小 这个呢 变大了 这边呢 也扩展了 OK 然后呢 这边也倒过来了 OK 这边都扩大了 那这边呢 也缩小了 所以这边更扩大了 所以你会发现 整块的domain 这个不再是等于0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把这个简单的画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整块 这个方向的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大 然后这个是缩小 那这个是已经是 你看到 你有一个total的m 它是这个方向的排列 那反过来 如果我家的磁场是反方向的时候 这些是不是 风又向这边吹 全部的就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还要完成另外一个 如果外加的磁场 是这个方向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现 哇 这个方向就扩展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summation n 它是这个方向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 铁石性物质 受到外界的磁场的变化 非常非常的大 不只这样子 因为每一块梯田 你都是一个 cooperation的interaction 所以 当我外界的磁场 拿掉的时候 我并没有办法 再回到 summation mi 是等于零 的状况 我回不去了 OK 所以我如果 做一个磁质曲线的话 我会发现 我把我的磁质曲线 把它画出来的话 这是我的VH curve 那我的VH curve呢 这是H代表 外部的磁场 V代表内部的磁场 那我们会发现 随着外部磁场增加 原来是一个 完全没有受到磁场影响的 新出炉的铁 然后慢慢慢慢增加 它就会饱和了 因为全部通通 导向这个外界磁场的部分了 但是 我把我的磁场方向 变反方向 它不会循着沿路回来 它回到了 有一个残留的磁 在里面 那再回来的时候 我要把里面的残留的磁 去掉的时候 我要加一个外界的磁场给它 然后它才回到 这个内部的磁场是等于 但是我外部的磁场 慢慢的又加越大 它一样的它又回到 这个最大磁 然后再回来 它回不到 它回不到原来的原点 OK 这就是我的磁质曲线 那磁质曲线的部分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就是我外界的磁场 外加磁场等于零的时候 里面的残余磁 残余的磁越大的时候 代表这一块磁铁 这个永久磁铁越好 因为一块磁铁 你的残余磁越大 就代表什么 这个就代表比较好的永久磁铁 因为它的残余磁很大 但是你如果要做一个电磁铁的话 你希望通电它有磁性 不通电它没有磁性 那你就要残余磁越小越好 所以你这个地方 这个残余磁的部分 到底多大比较好呢 那就要看你是要软铁铁还是硬铁铁 那跟你的材料有关系 跟你的用途有关系 OK 那到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就可以晓得 这个铁铁铁铁 为什么它的这个磁化力 开会演大一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这边的 每个人们呢 它的interaction是 corporation的interaction的部分 它的作用是不同的